瓷介哥医院25人医疗团前往英国 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举办的 健康促进医院年会 展示了环保产品 各国医护人员看到保特瓶 可以做成柔软的围巾 医护还有毛毯都觉得不可思议 非常好 他们其实很温 温和小孩子也同样 维巾 毛毯 婴儿服 来自全球的医疗专家 不敢相信眼前柔软的纺织品 全都是保特瓶回收的 在曼彻斯特年会现场 大爱感恩科技公司的产品 用环保 横石 以及腾锡地球的心 吸引了众多人的好奇 我认为全部都很新鲜 非常有用 非常有趣 我们认为台湾 参与年会的慈激医疗团 以及曼彻斯特和伦敦当地的志工 也一起将慈激多年来 环保 素食 节能的观念 用心推广出去 医院要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把垃圾变成医疗资源 更让国外的专家耳目一新 那我们可以好好地利用 这些回收的保特瓶的话 我们可以制作成我们的制服 我们的刷手用的医生服装 那再加上我们的备单 再加上我们的窗帘 那这个医院就是非常环保的地方 每样环保产品 都有着生生不息循环再造的理念 此际环保与医疗携手 延续了悟密与爱心 也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的医院早就以身体力行的方式 爱护地球 大爱新闻郭亦婷 林欣宏 在英国曼彻斯特采访报道